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稳的淘米 做饭 洗衣服 一边干活 一边安慰一旁喋喋不休的大婶 婶子 你想开点 孩子叛逆期不懂事 长大点就好了吗 听小鱼讲话 是种享受 那种语气绵绵诺诺的自有四两拨千斤之力 任你再大的烦恼 经他三言两语的开戒 心头乌云就散了大半 他性子慢 做事却极利索 谁家有什么困难 他总是第一个帮忙 给人看过孩子 教人织过毛衣 还替人送过饭 等到别人上门感谢 他又开始施展语言魅力 沈子 您客气了 大家都是邻居 帮点忙 不是应该的吗 对了 我家刚做的瓷巴 还热乎的 您带点给孩子吃吧 这样的小鱼简直十全十美 只是他越是完美 人们越是心疼 小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这是小镇人尽皆知的事 寻常人的青春是用来挥霍的 而小鱼的青春是用来倒数的 从他出生开始 全家人就提心吊胆 生怕这孩子哪天就没了 盼过婴儿期 又盼幼儿期 再盼青春期 那滋味就像在悬崖边放了一片金叶子 生怕哪天一睁眼 金叶子就消失不见了 小鱼知道父母担忧 所以总扮演着懂事的角色 从小到大 别的孩子一块玩闹 他就躲在一旁看着 生怕磕着碰着 惹父母担心 为了保证自己身体无碍 小鱼主动承包了力所能及的家务 他努力活得乐观 活得体面 活得精气神 活得讨人喜欢 像一节努力燃烧的蜡烛 所有人都读懂了小鱼的懂事 即便是几岁的孩子 都知道要保护这个姐姐 夏天 孩子们玩虫子 把馋塞进女孩子的衣领 冬天 从树上摆冰茬子 往人身上扔 这些游戏 孩子们从不跟小鱼玩 即便再调皮的孩子 看见小鱼 都会本能地停下打闹 冲她腼腆一笑 这是小镇的孩子们 给小鱼最大的善意 只是 这种善意原本就是一种孤立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小鱼 它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 少女小鱼的懂事和温柔 或许只是一层漂亮的糖衣 里面包裹的是她敏感而脆弱的心 幸而小鱼还是平安长大了 医生说 小鱼的症状没有恶化趋势 如果不出意外 大地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是 大部分女人的一生 都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意外 分娩 医生不太建议小鱼冒险 小鱼的父母 当然也不愿意叫小鱼涉险 这对老实巴交的父亲 提心吊胆地把女儿拉扯成年 所付出的心血不是寻常父母能想象的 她们没有别的本事 只有最朴素和深刻的爱 为了这个患有先心病的孩子 甚至终生不再孕育 一方面 是害怕第二个孩子 难免会分走他们对小鱼的爱 另一方面 小鱼母亲心里有到过不去的坎儿 她总怀着对孩子的愧疚 她的母亲也就是小鱼的外婆也患有心脏病 所以她认定这病来自遗传 也许也因为这可怕的遗传 夫妻俩不敢再生第二个孩子了 我记得小时候 时常看到小鱼母亲做祈祷 那种笨拙的荒唐的手势 曾无数次地被我们偷偷模仿 我们学着她的样子跪在地上碎碎念 而后爆发一阵哄笑 那时我们都还太小 不懂这祈祷生理 藏着一个母亲令人心碎的卑微 只有年少的小鱼 懂得母亲祈祷生中的心碎 所以她努力活得懂事 这种懂事和奉献 尤其体现在小鱼的几段恋情中 二十岁 像所有年轻姑娘一样 小鱼邂逅了她的初恋 男孩跟她念同一所大砖 高高瘦瘦的 留着中分短发 小鱼很爱这个男生 跟这世上绝大多数的初恋一样 吃过最甜的糖 也吞过带雪的玻璃渣 记得那个冬天 南方罕见地下了雪 小镇辛苦劳作的人们 各个双手长满了洞窗 小鱼就在那样冷的天气里 日以继夜地给男孩织毛衣 母亲心疼坏了 一遍遍提醒她别熬夜 可小鱼不肯 她想在冬天过去之前 赶出一件毛衣来 小鱼属于手巧型 她特地买了针织技巧的书 最复杂的波罗纹 雪花纹 陶行纹 统统信手拈来 然而这些纹路是最非巧思的 要一针一针的数 一针一针的变化 一个针脚记错了 就要拆掉倒回去 小鱼熬得很辛苦 我时常见她下午时分 哈切连天 还强大精神 做着勾针 然而这样的辛苦 并没换来美好结局 毛衣还没支撑 小鱼就跟男孩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据说是 那个男孩回老家过了个年 就搭上了别人 新欢和旧爱相较 她果断抛弃了小鱼 连分手都是电话里说的 十大体的小鱼没有苦恼 然而接下来的一整个春节 她都是极少走出自己的房间的 那件差一点就支撑的毛衣 被小鱼一针一线地拆了 她烧了一锅热水 把毛线煮开 顺直 晾干 织成了一件毛线裤 送给了父亲 第二段恋情更为妻妾 那时候小鱼已经二十四岁了 她的病不能太劳累 父母就脱关系 帮她找了个单位打杂的活 平时收发文件 接下电话 偶尔也替人跑跑腿 她就在单位里 遇到了那个叫阿东的男孩 阿东长得俊 口才也很好 第一次来镇上 就阿姨长阿姨短地 搅个不停 其实当时没人看好阿东 感觉她滑而不实 配不上小鱼这样的实心姑娘 奈何缺乏恋爱经验的小鱼 被阿东吃得死死的 阿东花钱大手大脚 小鱼就从自己的微薄的工资里 拿钱补贴她 阿东不懂疼人 大冬天的让小鱼 穿过小半个城市给她买东西 大家都劝小鱼别去 小鱼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阿东还总是打击小鱼 你看你这个病 也就我不嫌弃你了 我们都知道 小鱼为了她 卑微到了尘埃里 几乎是有求必应 就连她在外面沾花惹草 都通通视而不见 她甚至不奢望跟她结婚 这希望能跟她多在一起两年 或许是因为阿东的打击 小鱼越来越自卑了 原先温柔懂事的姑娘 后来动不动就叹气 哎 我这样的身体 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这些话像真一样 扎在小鱼父母的心上 母亲哭着求她分手 爸妈养你一辈子没有怨言 你不要再认她伤害你了呀 可是热恋中的人 哪有什么理智 总之那两年间 小鱼为了阿东 把该吃的苦统统吃了个遍 最后的分手来得尤为惨烈 阿东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宣布要结婚了 新娘当然不是小鱼 小鱼一夜之间成了笑饼 小鱼的父亲为小鱼抱不平 还特地去找过阿东 阿东轻挑地说 你们是想嫁女儿嫁疯了吧 她什么情况 当我不知道吗 跟阿东分手后 小鱼出现了严重的病症 好几次心悸绞痛 突然之间无法动弹 更不幸的是 那一年小鱼的父亲 查出了肺癌 癌症蔓延得很快 不过短短的半年 父亲便走了 这件事给了小鱼巨大的打击 这个善良的姑娘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她认定是自己的事 让父亲机遇成机的 小鱼变得沉默寡言 原先极力克制 才能维持的体面 如今全都顾不上了 她的面容出现了 先性病人常见的那种苍白丑容 连眉间都有了皱纹 小鱼母亲求神拜佛的次数更多了 那时候 我们这群孩子都长大了 没人再嘲笑她那笨拙的姿势 一个寡母带着身体不好的女儿 任凭是谁都懂得那祈祷的意义 总之小鱼就在人生最悲观 最绝望的时候 遇见了她后来的丈夫 家明 家明跟这个平平无奇的姓名一样 她长着一张平平无奇的脸 个子不高不矮 眼睛不大不小 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 就连性格都不温不火 但是她爱小鱼 家明说什么都要娶小鱼 其实那时候的小鱼 对于爱情已经心灰意冷了 从阿东编织的谎言中醒来的小鱼 是爱情如洪水猛兽 是爱情令她那样憔悴 是爱情间接害死了父亲 她甚至连药都不怎么吃了 这么多年 她能看似乐观地长大 靠得全是强撑着的那口气 而现在 那口气泄了 家明就是在至暗时刻 出现的男主角 她强行带小鱼去看电影 带她去郊外踏青 她有一辆破旧的二手车 时常载着小鱼 在城市里兜风 还从花市买来钓篮 强行摆在小鱼的卧室里 她说钓篮的生命最旺盛 一株植物都那么用力地活着 小鱼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这一次 小鱼的老老少少都支持小鱼跟这个年轻人交往 就连小鱼备受打击的老母亲都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每当家明来做客 他都会准备一大桌子的菜 热情的招呼 多吃点 一个人有了希望 才能活下去 家明就成了这个家的希望 我们亲眼目睹小鱼一天天好起来 她脸上又有了青春的色彩 眼睛里也有了光 只是这样的小鱼 依旧只敢小口地咀嚼着爱情的滋味 而不敢对婚姻抱有任何奢望 事实上 从头到尾 她都没有奢望过婚姻 像小鱼这样善良的姑娘 又怎会愿意拖累别人呢 她曾那样奋不顾身地贪图爱情 只是想真正地活一次罢了 只有家明异常坚定 其实直到如今 我也没有想明白 看似平平无奇的家明 为什么会对爱情拥有如此坚韧的信心和决心呢 她几乎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姿态 去爱小鱼的 小鱼不结婚 她也不娶妻 那时候 家明也不年轻了 年近三十的大龄青年 家庭压力可想而知 小鱼向她提过分手 几乎是哭着求她 你不年轻了 别在我身上耗了 家明丝毫不为所动 他们就这样僵持着 男不婚 女不嫁 他们的爱情笼罩在一层悲壮而又凄凉的光芒之下 无声的 默默的两个倔强的人在对峙 就这样过去了整整的五年 那时候我们早就不住在小镇了 小鱼和母亲也搬家了 小鱼开了个网店 妈妈帮她处理包裹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家明呢 还是做着那份普普通通的工作 她就像一枚不起眼的螺丝钉 谁都会在第一眼小瞧了她 然而你很快地就会见识到螺丝钉的威力 她不言不语地 默默地把钉脚一寸一寸地扎进墙里 那是她的位置 她就该死死地占据那个位置 就像天生就长在里面似的 谁都休想让她挪个钉 在后来的婚礼上 家明向所有的人讲述了她的决心 她说道 小鱼是很好的姑娘 从见到她第一眼开始 我就特别心疼她 我总觉得 她不该这么懂事 该有一个人让她不那么懂事 若干年后 当我自己也走进了婚姻 无数次回想起家明的这句话 其实哪个姑娘年轻的时候 不曾做过小鱼呢 直到有一天 我们遇到一个人 可以让我们不那么懂事 小鱼成了那个不那么懂事的姑娘 我早两年见过她一次 在老乡的婚宴上 那时候正值春节 不知谁弄来了一箱穿天猴 男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女孩子们在一旁看着 这种危险活动 放在多年前 小鱼是死活不会参与的 可那天小鱼很高兴 她寄进人群里 问老乡要了几只春天猴 我亲眼看见她点燃了火 双手一抛 飞快地跑开了 她插腰大笑的样子 没有一点淑女的姿态 多年前的小鱼 打死也不会那样放肆的 但那天 我真真切切地 见到了另一个小鱼 一个像家民期许的那样 活得不那么懂事的小鱼 我对他们的婚姻和爱情 所知甚少 只是隐约从长辈那里听说 小鱼的病时好时坏 家民不放心她去上班 就拿出所有的积蓄 帮她把网店做了起来 后来家民的母亲过世了 是小鱼陪她度过了人生 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还有为所有人津津乐道的 小鱼说 自己恐怕没法生孩子了 家民笑着回答 太巧了 我也不能生 我连子宫都没有 即便我听过那么多爱情故事 依旧觉得这个故事太梦幻了 梦幻的不太真实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吃的一对爱驴呢 恰好她遇见的是她 恰好她遇到的是她 一切都太机缘巧合了 哪怕无涯的时间早一秒 又或者晚一秒 他们的命运都可能被改写 可偏偏就像两只天造地设的齿轮咬上了 就再也分不开了 直到那天 我看到小鱼把穿天猴放上天后那肆无忌惮的笑容 所有关于爱情的想象终于落地了 谢天谢地 他们活成了凡俗夫妻的样子 凡俗夫妻可以笑 可以哭 可以吵闹 可以不懂事 凡俗夫妻从不曾不识人间烟火 相反 他们会在彼此面前暴露最顽皮 最脆弱 最不堪 却也最真实的一面 一个从小活得小心翼翼的女孩 她曾那么渴望被爱 那么渴望用力地活一次 她在下着雪的冬天 忍着哈欠为爱人织毛衣 她在二十几岁的青春里 任由男人践踏过她的情感 她如今很好地活着 也很好地被爱着 对了 她还有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儿 是在婚后第二年生下的 她终于获得了凡俗俗的幸福 成了一个平凡的妻子 一个平凡的母亲 如此 我终于可以放心地写下这篇文章 告诉那些小心翼翼 期待爱情的女孩 爱情没什么秘籍 放心地 大胆地去爱吧 没有人喜欢尘埃里的你 但总有人喜欢真实的你 就这样见了 你看看 看看 串 我 我好 我好 我好